字幕提供 歡迎回來我們的殷屍路 這一次這個尼根呢 他的老婆過世了 所以呢 他要離開這個醫院 醫院出現了大量的喪屍 他一開始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殭屍過來了 他們的速度好快啊 先逃離這裡 怎麼會如此的瘋狂呢 大家對尼根跟路希爾的故事 應該是有耳聞吧 他在亂世之前呢 是一名體育老師 當災變發生時呢 尼根的老婆路希爾因為癌症離世 變成了喪屍啊 當時尼根無論如何 也無法對自己的老婆下手 最後請在場兩位消防隊員 打爛了他的頭 所以呢 尼根才把老婆埋了 最後 尼根又來砸人的棒球棒 就是以他老婆的名字路希爾來命名 這根與眾不同的棒球棒 路希爾呢 跟水尼根出生入死 好 從這邊做公社回家好了 等一下公社 這個 我上拿那個crowball 防萬一啊 欸 我突然停電了 這是 這是 這是怎樣 喔 附近怎麼有一些奇怪的聲音 這還蠻恐怖的欸 這公車會來嗎 這還要繼續等下去嗎 等一下等一下這什麼聲音 怪怪的聲音 這裡不能久留 什麼時候先離開這裡一下 先到大街上走一走 這魚我比較小一點 我們一直聽到有人在尖叫的聲音 我們一直聽到有人在尖叫的聲音 公園這邊有個男的 就詢問他一下 就詢問他一下 他怎麼朝我走過來了 發出奇怪的聲音 旁邊站著的你 我們踹一下就倒了 是 一直收到不好的消息啊 一直收到不好的消息啊 這邊有人下車了 他怎麼跑走了 等一下 他變上司 他拿不過來了 上車 這城市開始變得不安全了 這城市開始變得不安全了 這什麼怪聲啊 好爽 那台公車居然扯紅燈 我們去看一下 那台公車發生什麼事情 我突然停車 啊不行不行我要去買一把槍 欸這位先生突然跑出來 不是我的錯啊 他還可以活碰亂跳應該還活著啊 他要過來了 我們先去買一下這個槍好了 火上沒有武器真的是非常的狼狽 武器電在這邊啊 來買一把手槍跟一把打彈槍好了 至少有槍在身上防身啊 防萬一 我覺得這個城市不安全啊 我們先跑到這個郊區 因為現在上司還沒有很多的時候 黃色是代表什麼 受到感染的人嗎 黃色是上司嗎是 現在逃到這個 這是算是伐木場啊 欸 那邊有人 他去問他一下路好了 你好我是尼根 他是德懷特 希望加入我的隊伍 一起行動 那就一起來吧 德懷特說他在打獵的時候遇到喪屍啊 然後剛好看到一部車開過來 所以他趕快衝下來 如果遇到我 來吧上車吧德懷特 我們必須要往前進了 不要害怕趕快上來趕快上來 這樣子可以降低這個上司圍毆的機率 等一下我看到左邊好像有 有倖存者的樣子耶 我們去看一下喔 欸怎麼有尖叫聲 下車去查看一下 好像有倖存者需要我們幫忙 快 德懷特 這邊 你好我是尼根 加入我的隊伍 啊 德懷特不要亂射啊 啊你們不要亂打 放開 去死吧你 不要亂射我的夥伴 這位大媽加入我的隊伍吧 需要你們幫忙 先把你們 淡掉這些上司 回去你們的地獄吧 左邊有上司 安息吧你們 他們不斷的起來 右邊也有上司 快 帶到他們 啊這個地區不安全啊 我需要帶你們到別的地方去 重新建立一個部落 還有上司跑過來了 快 把他處理掉 好我們需要 收集更多的物資 更多的倖存者 來重建這個家園 需要你們的幫忙 如果大家喜歡尼根外傳 屌王尼根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並且按個讚 分享這部影片吧 我們下次再見 來啦 Peace